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轻声问道 东华 当调戏之法 我大概并未学好 东华一愣 抬手探了探他心脉 忙扶了凤九节家夫作 一手护住他前胸 一手暗劳他后心 缓缓引导他体内奔涌不息的仙泽 过了约一盏茶的功夫 凤九方觉好了许多 掀了掀嘴角刚要说话 却听到东华滴滴说道 不要说话 他困倦至极 便点点头 听到东华在他耳边说道 那三生石与这渺络果真有着牵连 当初我在上头抹了名字 恐怕很是不甘 凤九听他这话 心里一乐 轻轻问道 你可是后悔了 若你的名字仍在上头 今日我们也无需受这些磨难 他追至此境 原本便未想过脱身 眼下能与东华坐在一处说说话 已觉得是人生极乐 东华与他心意相通 笑着应道 飞也 这块磨石 乃因妙异会明镜而生 我欲掌控情爱流毒 他便要操控世间姻缘 此消彼长 其实 当初我便想错了 一不该坐这妙异会明镜 便不会养出妖尊渺落 二不该姑息三生石 一直立于三生河畔 容他累积数十万年的罪孽 他太一口气 你虽年幼 却总能知晓我的心意 教我如何不宠你 凤九心中一甜 想到以后 怕再也无法听他说 这些甜言蜜语 又是酸涩难当 三生石仍在嗡嗡不止 虽然黑兮兮树绕着巨石 如拉起一座浓厚的屏障 东华缓缓收了手 问凤九道 眼下 可好些了 凤九点点头 好多了 东华笑道 若非你贸然攻击三生石 我还想先杀了 渺落再来处置这块丸石 眼下看来 倒是须得先将 他给毁了 凤九心中一动 打去道 上天国真是极小气 当初你 只是抹了自己的名字 不肯毁了 他就万民于水火 他便不让你 我好生厮守 总要给我们寻些磨难 东华 微微低头瞧他 挑了挑眉 那又如何 即便当初我没有抹去名字 我的名字旁边 也未必是你 我钟情于你 岂是上天所能左右 什么天意注定 什么前生因果 谁能左右 他们的情谊心思 凤九滴滴 吻了一声 晓得自己心中所想 与东华一般无二 二人四目交缠 情谊默默 千万言语 尽在不言中 东华摸了摸凤九的头发 扶着他起身 一同望着直插云霄 那块磨石 我们此番 也算是为民除害 是不是 凤九握住手中 逃住剑 东华微笑着望他一眼 点头应道 不错 我教你的呼吸土耐之法 可还记得 引导先例 切不可贪多贪快 细水方能长流 说着 东华也自秀中拔出神剑仓盒 又望了凤九一眼 可准备好了 东华陪着凤九一同练剑之时 使得都是他手中 这柄逃住剑 东华挥舞 苍和杀敌的神资 他早已想象过无数次 却从未好好看过 此时不免有些激动难耐 东华瞧他一张小脸憋得通红 嘴角泛起一点笑意 俯身问道 瞧见我五件 就这么激动 凤九觉得 今日的东华 有些不太正经 他却爱极了他的这点不正经 他红着脸连连点头 东华眼底一点笑意更浓 东华将仓盒颠了颠 说了一声 瞧好了 人已飞出 仓盒凝出一片滑光 毫不费力撕开那片浓黑的毒溪 如撕裂细薄的丝薄 凤九跟着紫色身影掠出 二人从黑溪被撕裂的口子攻入 齐齐击中 被他护在其中的巨石 一阵天崩地彻一般的摇晃 巨石通体变得血红 嗡嗡之声越来越尖锐 最后竟变作一阵金属刺耳的轰响 东华将凤九往怀中一拉 护着他往后 急退至高台边沿 一个小小的仙杖 将将好把二人团团裹住 便有无数碎片 朝四面八方击射而出 巨大无棚的结界之中 竟发出一声凄厉的哀嚎 哀嚎之声久久不息 浓黑的毒吸如湿了一靠 在结界之中溃散又巨龙 最终凝成一条三头巨蟒的形状 这位巨蟒 身子扎根在深深海底 立于原先三生石的所在 三个长长的脑袋挥舞不休 吐着银银毒信 东华挥手将仓盒送出仙杖 仓盒立即化成一条银色巨龙 与那尾三头巨蟒缠斗在一处 凤九抬手摸了摸东华紧簇的眉头 问他 我来陪你 你心里有没有觉得欢喜 东华笑着点头 九儿 其实我一直在盼着你来 若是你当真没来 服下那霉丹药 或许还会驾驭他人 凤九叹道 你将我一个人扔在青丘 你可晓得我有多恨你 东华脸一白 想要说话 仙杖却被一道红铃击碎 东华护着凤九衣滚 躲开这一击 他将凤九往身后掩藏 见到眼前 鸟鸟然画出一个 极妖魅的女子来 正是妖尊渺落的本体 只见他笑意盈盈 手握的两条红铃在宫中飞舞 摆着疆域攻击的姿态 随时会向他二人发起致命一击 东华使惯了的神剑仓 何正携着他的先例 与那巨蟒搏斗 渺落前笑道 尊座 这小狐狸 今日定是要舍命于此 你可会心痛 东华脸色一沉 挥手将凤九化作一只红狐塞入前胸 一声哄道 九儿 乖一些 看我将他杀了 替你报仇 凤九脑中仍在想着自己 好不容易寻到机会与帝君共同杀敌 却不料被他塞入胸口 历时就要往外扑 却见东华已摸出另一顶长剑 与渺落斗在一处 深海之中 浪涌青天 三头巨蟒与银龙正做殊死搏斗 咆哮之声惊天动地 搅动的浪头化作豪雨 倾泻在高台之上 星红的血雨之中 东华正稳稳递出剑招 那鸟落挥舞着两条红铃 招招攻向东华身上要害之处 突然 凤九听到银龙一声长吟 探头去桥时 见他咬住一条巨蟒七寸之处 牢牢不放 而另两条巨蟒趁此机会 紧紧缠住他的身躯 重重摔打在星光屏障之上 银龙受到猛击 舒然化作烟尘 帝君口中猛地吐出一口鲜血 对面的渺落也脸色惨白 晃了几晃方能站稳脚跟 脸上显出阴质的杀意 遵作今日并不肯放切身一条生路 便休怪切身绝情 凤九哪里还能待得住 在东华胸口动了动 便想画出人形 助他一臂之力 却听东华冷声应道 内命来吧 说着抬手将他又往里头塞了散 手中的剑舞得更急 这个渺落 托生于东华首制的庙仪会明镜之中 与东华帝君 可谓是有千丝万里的联系 他在镜中积聚了数十万年的毒息 这大半年来 又稀释东华的许多精益贪度之念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颖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颖的话 可以点个赞支持一下小颖哦 我们下期见